西凡亚书,第一章,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,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,亚玛利亚的曾孙,基大利的孙子,古时的儿子西凡亚。 耶和华说,我必将万类从地上灭尽。 我必除灭人和牲畜,雨空中的鸟,海里的鱼,以及绊脚石和鳄人,我必将人从地上捡出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我必伸手,夹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身上,也必从这地方捡出所剩下的巴黎,并及马林的名和祭司,与那些在坊顶上敬拜天象的,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助他启示,又指着马勒看启示的,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,何不寻求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的。 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,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。 耶和华已经预备祭武,邀请了他的客。 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,必成伐首领和王的儿女,并一切穿外帮衣服的。 正当那日,我也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,将强暴和鬼诈得来之物,充满他们主人房屋的。 耶和华说,当那日,从于门壁发出悲哀的声音,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,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。 马格提示的居民啊,你们要哀嚎,因为所有商民都除灭了。 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出。 那时,我必用竹寻查耶路撒冷,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。 他们心里说,耶和华必不降福,也不降货。 他们的财宝必成为略物,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。 他们必建造房屋,却不得住在旗内,栽种葡萄园,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 耶和华的大日临近,临近而且甚快。 乃是耶和华日子的声音,永世必痛痛地哭号。 那日是愤怒的日子,是急难困苦的日子,是荒废凄凉的日子,是黑暗幽明。 密云乌黑的日子,是吹号呐喊的日子,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。 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,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,因为得罪了耶和华。 他们的血必到处如灰尘,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。 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,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,他的愤怒如火壁吞灭全地,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,而且速速除灭西方亚书。 第二章,不蒙喜悦的国民啊,你们应当聚集,你们应当聚集前来。 趁命令没有发出,日子还未过去如风前的康,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,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未到一线。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,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,当寻求公义谦卑,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。 加萨必至渐气,亚师基伦必然荒凉,人在正午必赶出亚师突的民,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。 驻沿海之地的激励提足有祸了。 迦南,非立世人之地啊,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,说我必毁灭你,以致无人居住。 沿海之地要便为住处并牧人的棚和羊群的圈,这地必位由大家剩下的人所得, 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,晚上必躺卧在亚师基伦的房屋中,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,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。 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,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,侵犯他们的境界。 大军之,耶和华以色列的,神说,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,摩押必向所多马,亚门人必向俄摩拉,都便为刺草,严坑,永远荒废之地。 我百姓所剩下的,必掳掠他们,我国中所余胜的,必得着他们的地。 这是临到他们,是因他们骄傲,自夸自大,毁谤大军之,耶和华的百姓。 耶和华必向他们,显可为之威,因他必较世上的诸神瘦弱,一郊之民的众海岛,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。 埃塞俄比亚人啊,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,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,毁灭亚树,使泥泥微荒凉,又干旱如旷野。 群处,就是各国的走兽避卧在其中,卢慈和尾谦要塑在柱顶上。 在窗户内,有鸣叫的声音,门槛都必毁坏,香柏木已经露出。 这是苏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,心里说,唯有我,除我以外,再没有别。 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。 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吃笑他,西凡亚树,第三章,这污秽,受玷污,欺压得成有祸了。 他不听从说话,不领受训惠,不倚靠,耶和华,不亲近他的,神。 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,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,一点骨头也不肯到次日。 他的先知是虚服诡诈的人,他的祭司殿污圣所,强解律法。 公义的,耶和华在他中间,断不做罪孽的事。 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,无日不然,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。 我耶和华已经捡出列国的民,他们的城楼毁坏。 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,以致无人经过,他们的诚意毁灭,以致无人,也无居民。 我说,你只要敬畏我,领受训惠,如此,无论我曾怎样刑罚他们,他们的住处总不至被除灭,只是他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。 耶和华说,你们要等候我,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,因为我以定义招聚列邦,好聚集列国,将我的恼怒,就是我的烈怒,都倾在他们身上。 我的愤怒如火,必吞灭全地。 那时,我必使众民用纯洁的言语好求告,耶和华的名,同心合意的是奉他。 祈祷我的,就是我所分散的女子,必从埃塞俄比亚河外来,给我献购物。 当那日,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,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在你的骄傲中欢乐之辈,你因我的圣山就不再狂傲。 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名,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。 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,不说谎言,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,而且吃喝躺卧,无人惊吓。 女子西安啊,应当歌唱,以色列啊,应当欢呼,女子耶路撒冷啊,应当满心欢喜快乐。 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,赶出你的仇敌。 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,你必不再看见灾祸。 当那日,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,不要惧怕,又向西安说,不要手软。 耶和华你的,神在你中间是有大能的,他必施行拯救,必因你欢欣喜乐,他必默然爱你,因你喜乐歌唱。 那些属你,威无严肃会仇烦,因你担当羞辱的,我必聚集他们。 看啊,那时,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,又拯救你瘸腿的,聚集你被赶出的。 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,我必使他们的称赞,有名声。 那时,我必领你们进来,聚集你们,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,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众民中有名声,得称赞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请不吝点赞。